大家好 我是三藏的藏奇超 欢迎来到创富的课堂 今天继续给大伙分享商业模式之36招 有个粉丝他就跟我说 藏老师做企业这么多年 天天忙得个鬼一样 可是企业还做不大 怎么能够摆脱这种劳碌命 关于这个问题 今天我也给大伙来制个招 我们先来聊一聊 老板这个人的定位是什么 很多时候老板都是把自己定位成为是做产品的人 是搞管理的人 是做事的人等等 这些其实都不是老板的真正定位 在一个公司里面 能够把产品做好的 那个叫做科学家 真的能够帮你把管理公司做好的 这个叫做经理人 我们在股权的课程里面专门讲到 老板要把公司的盈利拿出来一定比例 给到一些总经理或是店长 他们就会和老板干嘛 叫融为一体 成为所谓的利益共同体 这样子你就可以从内部的一些杂事的事物中抽离出来 所以真正的站在老板的这个角度去看问题 所以我们说一家公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架构 叫做黄金三角 在公司里面一个人有想法 你要做的事太多 想来想去啥也做不成 两个人他就会变成做法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人你一商量一合计定下来就这么干 你做什么我做什么 可以相互干嘛激发 相互干嘛要求 甚至干嘛相互攀比和表现 那么三个人那叫做干事业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比较建议一家公司里面 有一个黄金的三角 老板是老板 然后另外至少找两个合伙人叫搭档 最好比方说一个负责什么技术 一个负责什么运营 或者干嘛一个负责管理 一个负责干嘛销售 比如我过去一直在讲股权基地和企业的商业模式 那对于我来讲主要是讲课 比如我成立华石经济的时候 王总主要负责干嘛运营和推广 许总就主要负责干嘛内部的管理 比如我在做抖音也是一样 那现在一定干嘛 有这个上千万的粉丝的 那是因为我们干嘛 有领域的专业团队 所以呢一个在公司的黄金搭档 最好是老板 另外呢合伙人 一个是行业专家 再搭上一个比方说负责内部管理的 或者什么技术的 或者干嘛运营的 总之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黄金三角 那么老板做什么呢 老板啊不要忘了 他也是个港人哦 既然他是个岗位 那就是有岗位的专业要求 比如说我们要开车 你开车 它是个专业的技术活呀 你要开车 你总得有一本这个驾照吧 你要经过学习考试过关 对不对呀 那么老板岗位 他的专业是什么呢 上个时代的老板啊 他的专业叫做产品专家 那么这个时代的老板啊 他的岗位专业 是要成为商业模式创新专家 以前呢是以产品为中心 今天啊最重要的已经不是产品了 你得去有渠道啊 你得搞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 或者叫用户呀 你要问你游协老板 你有庞大的用户吗 没有 你有庞大的渠道吗 没有 你说那你有啥呢 他说我有庞大的库存 那你这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啊老板要透过商业模式的创新 来获得庞大的用户 庞大的渠道 这个才是他的核心关键 既然他是个岗位 那要有岗位的职责 对不对呀 那你比如说你是做财务的 那你的职责是什么呢 就要把账做好 对吧 营销呢 那你的职责是什么 你要把货卖出去呀 那管理呢 那你怎么把人管好啊 那么老板啊 这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呢 他就要 持续不断的找到新的盈利增长点 因为所有的企业他都要盈利呀 所以老板啊 这个岗位的专业是商业模式创新专家 但是他的岗位职责是持续不断的 找到新的盈利增长点 这个是他的职责要求 那么很显然 第三个要配上是岗位的目标 什么叫做岗位的目标呢 你比如说店长 他一个月要干到干嘛 三十万的营业额 这个就叫他的岗位目标 那么老板的岗位目标是什么呢 叫做追求公司现金流的最大化 以及让公司变得更加值钱 那么什么叫更值钱呀 就是我投了个一百万下去啊 开了一家公司 那让我这个公司能不能在一年后 两年后三年后 这个一百万投资了 那么能不能变成个一千万 变成个一个月十个月 一百个月甚至一千个月呢 这个就叫公司价值的什么 最大化 这个就叫老板的岗位职责 所以呢 很多老板啊 都是在其位不谋其正 老板的定位不清楚 不管他做什么 到最后啊 往往都是没用的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 老板的这个岗位啊 专业到底是什么 他是商业模式创新专家 那么他的岗位职责是什么 持续不断的找到新的盈利增长点 那么他的岗位目标是什么 是现金流的最大化 和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这个叫做老板的真正定位 否则都是跑偏了 有的跑出去搞管理了 有的跑出去做业务了 有的跑出去做专业了 这些通通都是干嘛 叫搞错方向了 也就是说一个公司 其实是有两个团队的 老板带着一个团队 总经理带着另外一个团队 总经理带着员工 追求利润最大化 每天谈的是收入 如何减掉成本 如何干嘛 叫增本提效 而老板呢 他经营的是个股东的团队 他追求的是干嘛 现金流的最大化 和企业的干嘛 这个价值最大化 所以我们说如果利润你不行 那就是战术层面的问题 如果是现金流和价值不行 那就是战略层面的问题 如果没有价值 那叫资本层面 所以老板就是搞事的 而总经理呢 就是把老板搞出的事 给他摆平的 所以老大是干嘛 抓大放小 搞战略 老二干嘛 抓小放大抓执行 所以关于老板的定位啊 这一招就给大家分享到此 相信大家一定有所启发 更详细的操作和知识啊 来到线下课程来 欢迎大家持续收看我的创复课程 谢谢 再见